十多位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者上月底先后前往了新华社 新华网汉新闻出版总署 抗议中共喉舌造假否认马三家酷刑 他们正筹备聘请律师团向当局控诉的时候呢 结果他们的电话通讯被切断了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受害人刘华向本台记者表示 12日下午3点开始 他和其他十几位一起到北京上访的马三家受害人都联系不上 刘华表示这种情况很罕见 令他很恐惧又担忧 他认为当局的举动是害怕他们继续控诉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是否会认为当局的刘华 那是否会认为当局的人认为当局的刘华 在香港报道 的刘华 特别是因为当局的刘华 也认为当局的刘华 是否会认为当局的刘华